主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主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主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那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色类学 我们应该是教到说 在事物或者无常的分类 我们可以分为色法 行法 跟不相应的行法 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了色法的话 又可以分为色处 深处 色身 香味处 跟法处之色 我们一一举的那些例子 形状 颜色 什么等等那些声音等等 举下来之后 我们上个礼拜是举得到心事嘛 对不对 我们心事 那我们举到心事的时候 我们上个礼拜大家主要跟大家介绍的 是不是也介绍说它可以分为六嘛 那六种分类是什么 就是有所谓的眼视 耳视 鼻视 那这些主要的分类跟它的定义是在什么 我们在后面心内学会讲到 可是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略略的讲到说 那譬如说它分类是什么的话 它是说它的主要的因缘 它是依什么而生起的 这个主要的缘而去分起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叫它眼视 耳视 鼻视 吗 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眼视的话是什么 就是说它主要一直是眼根而生起来的一个心事 我们就叫眼视 而所谓的 那我们说好像说那个意思是什么的话呢 意思又可以分为说我们是回忆 用分别 用塑造的 像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回忆 或我的这种假象 假设 这种的思考的话 我们就要说什么叫分别心 我们叫分别心 这种的分别心 我们这什么都等于是都是意识的 因为它主要它不是依着眼根 它不是依着这色根 等这些色根而生起 它是用意想的 意去想念出来的而做出来的 所以这些分别心 我们都可以叫作为意识 意根而去做得 那当然有没有一些意识是依着眼视而生起 也有嘛 比如说什么 依着眼视而生起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书 我先生起对书的眼视 而生起眼视之后 而我在之后 我现在比如说我看到的是第四页 而我在闭上眼睛的时候 而我在脑海再回忆起第四页的内涵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分别心生起 那是跟着 根视而生起来的意识 对不对 那有些是完全不需要先依着根视 比如说我现在就说 我现在我内心当中 我塑造出一个兔子角的 自己兔子角的分别心来讲的话 那就是我的意念自己它塑造出来 这个不需要依照的 而有另外一种的意识 所以它为什么叫这个 我们是不是说 它的主要的因缘 是依着一根而生起来的心事 我们就要说什么 它叫意识 刚刚为什么那个 我们是不是说 比如说我刚刚 直取第四页的这个分别心 它依着是什么 它依着一个眼根 它的主要的因缘是什么 依着一个眼根视而生起 而眼根视 为什么会被称的眼根视而不是意识呢 因为它主要依靠的 不是依靠的前面的心事 它主要依靠的是什么 它主要依靠的是眼根 我们这个眼根而生起的 所以它还是有差别 和是不是以前人 我前几个大家也有问我们说 那眼视跟比如说分别 又有什么差别 我们说最容易 我可以跟大家举的例子 什么就是说像眼视 或者我们所谓的这种 现前视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完全是静上 静有什么 它反射在这边 而我们生起 它没有做任何的塑造 没有任何的想法 它等于就像一个镜子一样 所以我们在藏文它有一个什么 它是说它等于是什么 它是有眼但没有思考的 我们在讲说现前视 它是有眼但没有思考 它就是你反射给它什么 它就是看到什么 但是分别心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 它是没眼的 而是很有思想的 为什么 因为它看到东西 它不是按照它自己 静上而分享的 而它是自己塑造出来 而把它混淆的做出一个东西 但这以前就是我们很多的争辩 有些人说分别心是不要的 是不好的 或者是去掉的 那以实际来讲的话 在西藏佛教里面认为说 分别心是我们初步的去思维 我们是一个不可能一下子就 就是一了百了 完全的了解 第一个是从一种慢慢思考模糊 依稀反复的 和之后去透游识变的 原因的去了解之后 不断的不断的 和它会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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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修到有一天 可以一切法 就像我看到这本书的 这么清楚一样的话呢 那个是什么 我们就说这个叫佛字 它把一切的法 在一个时间如同这样子 在藏文以前的 或者经典是什么 就是好像我们看到 手心的掌文一样 那么的清楚一样 这就是叫什么 一切法为限量了 就像藏文我们举的例子 是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大家 如果现在闭上眼睛 我是不是可以回忆起我的掌心的指纹 是什么样 还是看得到啊 我们有看得到嘛 有了解到我的指纹是什么 可是它就已经没有像我眼睛 看到那么清晰嘛 你不能说我没看到啊 有看到嘛 有了解到啊 都有了解 可是 这样子我用眼睛看起来之后 而眼视所看到之后 我闭起来眼视 我回想到这个指纹的 那个清晰度就有差别了嘛 是不是那个清晰度 就有一层的差别 而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这个我们后面心内卷会解释 可是 主要心事的是什么 现前是什么 就是它是反射的功能而已 它反射生起一种心事 这叫 这叫什么 现前事 而分别心事是什么 它是透由自己的 不是近上反射 而是它自己的因素 而去做到 所以我们说 一个是说什么 一个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这样举例 比较说 一个是说有眼的瘸子 有眼的瘸子 就是现前事是有眼的瘸子 而是 一个是什么 分别心那些是讲什么 它是有眼的瘸子 对 有眼的瘸子 它可以走动 它可以按照自己 想要去哪里走 可是它 它没有办法 清楚的看到 它就是 它没有办法像 像现前事 可是 现前是什么 是有眼 全部看得到 可是它是 全部反射 可是它动不了 它是一个瘸子一样 它的差别在这个地方 和这个是我们在心内学会 在一一一一的 慢慢跟大家介绍 这个细分的差别在哪里 可是 比较容易给大家的例子 就是说 或者说什么 就像说 比较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的 像比如说我早上 我们吃了 假设说是蛋饼 我们说一个蛋饼的话 你吃下来的 当下的那个时候的味觉 有一种 不管说蛋饼是什么 或者我比较明显 是我说常常用的 臭豆腐的味道 但是你直接吃到 臭豆腐的味道 它有一股 有些人会觉得香香的 臭臭的 脆脆的 或者辣辣的 什么等等 酸酸的泡菜的话 有一个蛇事的感觉 可是你看 有时候是不是说 我们又可以有回忆的 回忆到前面 我今天早上 或者比如说 我昨天晚上去夜市 我昨天晚上去饶和夜市 吃了臭豆腐 那个时候嘴巴 因为应念起臭豆腐的味道 嘴巴会不会还是有唾液出来 可是那回想的时候 那个时候回想到的臭豆腐的味道 跟我们实际上 嘴巴吃到臭豆腐味道的时候 虽然是一样 是了解到臭豆腐的味道 可是那个清晰度是有差别 有差别 有差别 一个是好像 就是真实的肠道了 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解释 可是一个是 你还是有 不能说肠道 有了解到臭豆腐的味道 可是它有一层的 就是没有到那么的明显 没有到那么的香 或者说那么的好吃 或者那么的美味 这个就是现前世跟分别心的差别了 可是你不能说 对不对 你看很多人都说分别心没有了解 分别心不好的 我们要断除分别心 这不是啊 因为它是我们初步去了解一个东西的工具 它也是了解到臭豆腐的 你不能说我没有了解的 或者如果这样子都没了解 那我们小时候的家 或者我小时候的回忆 那也都变成 你也不可能用现前世去了解了 我们既然只能透有回忆 去了解的时候 那些都是分别心的啊 所以它总之是说 我们对分别心 跟对现前世的了解的话 最明显 最容易的去分辨是什么 就是说像 我们用臭豆腐那个味道 因为大家就是 大家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吃到了 我用舌头去吃 尝到臭豆腐之后 我生起了一个蛇式嘛 吃到那种美味的香甜的臭豆腐的 这是依着蛇式而生起的 另外一种是什么 是比如说我已经生起了一个蛇式 但是过了十天 过了二十天 是不是它会越来越淡 越来越模糊 像比如说是我昨天晚上吃的臭豆腐 今天想的时候 那好像依稀仿佛是不是还是 那味道还可以尝到的 可是你在过了十天了 你在过了一个月了 或者比如说我们去美国 十年吃不到了 那个味道是不是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你就会觉得说 就是很多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多好吃的那样子 像比如说我说以前在印度 有可能十年吃不到臭豆腐 觉得说有那种好吃 可是实际上自己也就是如此而已 可是因为自己的回忆 之后再加上很多的 这个多好多好的 它慢慢会加上 可是因为那是味道淡掉了 所以这就是同样说 同样一个分别心 同样是了知到臭豆腐的味道 可是它了知的清晰度 还是会有差别啊 就是像十年之后 所了知的臭豆腐的味道 跟隔一天用分别心 去了知臭豆腐的味道 跟我现在正在用舌头 去尝到的臭豆腐的味道 三者都是了知到臭豆腐 或者我说我们用佛法的名字 我们说三者都有正道 正有正确的去正道臭豆腐的味道 可是它的清晰度 就是有一些差别 有那个差别 这个是我们略略的去介绍 说六种的心事 六种心事 在细微的心事的分类 或解释法是什么 我们在后面的 我们今年教完色类学之后 我们去教心类学的时候 会讲到这边呢 而上次 不是 我们这个刚刚问题是说 这跟现前分跟隐蔽分一不一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隐蔽分 假设从广的去讲的话 它是涵盖一切法 对不对 狭隘的去说的话 它是涵盖说什么 凡夫初次去了解 必须要透由凡夫 所以它等于是什么的话 尊者常常用一个词 他我在用我们中文 他讲说 这叫什么 我们说 这等于是说 object跟observer 这是用英文去讲的 尊者常常用这个词 就是我们尊者常常用 这就等于说什么是 所观察的 跟能观察的 所观察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静 我们要对静 所以如果刚刚用那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臭豆腐是什么是 就是所观察的 而能观察者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的分别心 跟现前事 所以现前事 同样 我们可以说 臭豆腐是我们被观察的话呢 那对某一些人来讲的话呢 臭豆腐是不是就变成现前分了 是啊 他用蛇事去尝到的那些人 他用的工具 所观察 他能观察的工具 就是用现前事的缘故 所以臭豆腐对他来讲就是现前分了 而他用的工具是什么 不是用现前分 他用的就是用那些分别心啊 或者是用正理去推出来的话 所以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呢 那个臭豆腐就是隐蔽分了 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上次来讲的 是不是我们也同样 我上次用的例子 不是臭豆腐 上次用的例子是什么 他翻善的火嘛 他翻善的火嘛 因为烟我们大家是共同看到比较容易 他翻善的火来讲的话呢 对某一些人来讲的话 就是现前分嘛 因为对他来讲 他用的工具是什么 他是用现前事的工具 或者我们不要用现前事 我们用我们上个礼拜用的名词 他是用掩饰去了知到了所谓的火了嘛 而像我的话我站在这边 我根本看不到有火啊 我根本看不到有没有火 可是因为我觉得有那个浓烟 不断的这样在冒 我又可以推说 那个烟的下方是有火的嘛 而我推下来的时候 我不是用掩饰看到 我用的是什么 我是用分别心 我是用推理出来 这叫什么 比量 比量而推出来的了知的 我用的工具不一样的缘故 所以那个山的火 对我来讲是隐必分啊 可是我们能不能就说 断定那个山的火就是隐必分啊 我们不会说嘛 为什么 因为乃至是一个凡夫 一个一般人的话呢 他去了知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去了知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一定就是要用推理出来的 有些人像譬如说 我是生火的那一个人 或者我站在山腰 我去看山上 我明明看到可以看到火的时候呢 我用的工具 是不是就是用掩饰 所以对这个人来讲 就是所谓的现前分啊 可是有些人来讲说 对我们 皆没有办法用眼耳鼻舌声 等这些的现前事去了解 我们要用什么 都是要用推理的 像什么 声音是无常啊 或者像比如说 有解脱啊 有前后事啊 有佛啊 有三宝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呢 对我们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 我们不可能任何人是用 一开始就是用像 那么清楚像演示去了知 一定是用推理的出来的话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称之为 说什么 叫隐蔽分吗 因为所有人 要初次去了解的工具 必须要偷由比量 或者要偷由这种推理而出来的话 这个东西我们叫隐蔽分 但是 所有一般的人 不一定是要用推理 他有可能是可以用 现前事去了知的这些禁呢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 说什么 我们叫现前分了这样子 看这是我们 所以 上次来讲的话 主要是要跟大家一直提 就是说 隐蔽分跟现前分 现量跟比量的 关系等于是什么的话 它等于就是我刚刚 我们用英文讲也好 就等于是object跟observer 或者说是 所观察的跟能观察者的话 它等于是这个的关系 所观察的是什么 就是隐蔽分跟现前分 能观察他们的是什么呢 是现量跟比量去观察他们的 好 之后我们再介绍的是什么 是说 另外第三种分类 是不是不相应刑法 或者不相应刑法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说 是普特且罗的不相应刑法 跟不是普特且罗的不相应刑法 跟不是普特且罗的不相应刑法 和上次我们用普特且罗 这句这个词 或者这个词会 好像比较陌生的话 那等于说什么的话 因为我们在经文上的话 它有几个同样名词 我 我 你我他的我 我 就是一个我 跟一个口 我 跟普特且罗的 这三者是同意的 所以我们讲说 无我 无我 这个概念我们在佛教 常常就是讲 无我的时候 或者说 我能做什么事 或者我 我来讲的这个 是否是有我的这个时候 不是在指 你我他的这个我 断定好像说 大家 假设大家现在是 有你 有他 第三人称的他 还有我 就仅仅只有我 这个第一人称才是我的话 那是 我们比较狭隘的 你我他的这个我 而在佛教里面所说的 我 我 五 不是 不是没有的 就是一个 12345的五跟一个口 这个五 跟普特且罗来讲的话 这三者是同意的 看这个定义上是 我们来 如果来 简单的介绍 或者简单来讲 说什么是 具有寿命的生命 具有寿命的生命的话 这我们都甚至为说什么 叫普特且罗 我可以比较简单来讲 像是就有人说 我们认为说 树木 或者花是有寿命的话 我们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不是所谓的寿命 以比较严格来标准 当然说它会有生长 它会有比如说 假设我说 一个向日葵的 它可以活个二十天 它有从种子 发芽 开花 卸掉 它就枯萎 当然有这样子 可是我们所谓的寿 寿不是这个意思 寿的意思是什么 在经典上的寿的意思是什么 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命 或者暖度的所依 它要有命啊 命 一个命寿 它就是等于说 像我们人 会为什么会从 等于说我 从何时 这一句 这个身体 会变成说 尸体的时候 就变成说 我命中 命中之后 我等于说 我就 这个从 身体变成一种 就是一个 尸体人而已 就是命中 命子的 而所谓的寿 就是命的所依 命的所依 就是寿 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那这个才讲 所以 因为后面 我们会看到普特切罗的定义 可是 普特切罗的定义的话 一般人 还是比较难理解 和我一般跟大家解释的 比较容易的了解的话 就是什么 代表有寿命的东西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说 这叫普特切罗 所以可以从什么 可以到从 很简单 像我 我这样子的 一直到说什么 一直到说像佛陀 也都是涵盖在普特切罗里面的 涵盖在普特切罗里面的 没有 以我们普特切罗这个差别 是没有差别的 我们都是普特切罗 那 因为这边也很重要 和我们老师以前也是同样跟我们介绍 那我们为什么会讲说 无我啊 或者没有普特切罗 或者什么 我们是常常讲说 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色类学 他会讲说 因为是普特切罗无我的缘故 因为是普特切罗无我的缘故 那这个来讲的话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是没有我啊 不是说我们说普特切罗 我 无 就是同意的话 怎么会有无我啊 没有普特切罗无我啊 什么等等 应该是要有我嘛 有普特切罗无我啊 或者有普特切罗我啊 应该是这样子的话呢 所谓的无我的我 跟我们刚刚讲的普特切罗 我 无 三者同意的我呢 是不一样的 在讲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 如果你在说普特切罗无我 三者同意的我 或者说是你我他的我的话呢 这都是存在的 这是有的 我们不会否定掉 而我说无我 无我 无我是什么的话呢 在这一派 我们现在讲经部中的话呢 简单 我先用比较大的名词 看我在解释是什么的话呢 我们说什么的话呢 我们说 一般这边的无我是叫什么 叫独立实体的无 独立实体的无我 或者独立实体的我 这件事情不存在的 或者我们常常有人讲说 独立实体的我空 我们在各个经典都会看到这样子 就是 不管说独立实体的我空 独立实体的无我 或者说 等等这样子来讲他的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话呢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的我 这边的无我的我呢 这个我就已经是在指说 独立实体的我 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独立实体的我是没有的 我先把独立实体的我解释完 我们再到这个好不好 但我说 因为刚刚的问题是说 那常一自主的无我 或常一自主的我空 是什么的话 那我说 大家还没有谈到独立实体的我 都还没有了解 独立实体的我 常一自主的这个就更不用谈到了 那样子 而我们独立实体的我 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先了解的是什么呢 独立实体的我 是什么的话 他说不需要依靠我们任何的五欲 就是色受想行事 有独立的另外一个的生命体 有独立以外的这个呢 我们叫独立实体的我 而我们每一个 不要说你们 说我 因为我大家不知道 我说我的话呢 很明显的就有一个 巨生的这个东西在作祟 可是巨生的我很不容易 我容易观察到 我容易观察到什么是那种 比较初分的时候生起 比如说 我们以前举一个什么例子 比如说 我小时候我喜欢做什么 我喜欢 藏在墙壁后面吓人这样子 吓人的话 吓人的话 那我就很有乐趣 吓人 大家就觉得我怎么被吓到 我好像被吓到有一个东西 我怎么这样子 那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东西跑出来一样 我怎么被这样子吓到了 我第一个反应 或者说 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说 就是我们台湾 说你的三魂 九六魄 都被人家带走了 他认为说 这个就是什么 他认为有一个魂 不需要依靠我任何的运体 可以独立的被抽走抽掉 这个人的已经撕掉一魂了 二魂了 三魂快被抽走了 三魂抽走 就会变成那种行尸走肉的 说什么等等那样子 等等的话 这就是什么 这叫独立实体的我职 这为什么很多的话 这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认为在下部派 或者我们在金部中认为 这就是我们的烦恼的意愿 他认为说 我可以我行我素 我爱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要做这个 好像我不受控制 有个东西可以 我爱去贪酌 我爱去称恨 或者我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独立实体的我 所以总之我们在讲 简单的去介绍的 独立实体的我的时候 就是说什么的话 他容易的说 不需要依靠我这样子的运体 而我们在我常常解释的话 也是举个例子 我就是按照客主杰大师的例子 可是客主杰大师的例子 可是客主杰大师不是用我 我用我们比较现代化的例子来讲 那比如说 假设我们大家很羡慕 是什么比如说像郭台铭的 是很有钱 或者我们很羡慕马云 就阿里巴巴的那个马云的话 假设我们羡慕他财富的话 那有个人来旁边跟你说 你愿不愿意跟马云 我可以现在马上让你跟马云 或者郭台铭换位子 你们的灵魂掉位 或者你的你就变成他 他就变成你的时候 我们不要说 当然有很多人不想要他 或者假设大家想当的话 我想要他财富 我马上说好我要 客主杰大师举的例子 如果有个人来跟你愿意说 你可以跟文殊菩萨掉位子 来换智慧的话 我们毫无疑或说 好像等于说我可以挪过去 文殊菩萨挪过来的话 这是代表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巨生的 独立实体的我之 认为说好像有一个另外的 不需要依靠我任何心事的东西 独立的去换来 就是好像我们说什么 因为刚好我前阵子在看一个报道 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电影 就是我七八岁有一个叫 在美国的一个电影叫 大人吧应该叫大 就是Tom Hanks演的 他说他一个七岁的小男孩 去一个游乐场 他看到一个游乐场没有拔电 他发愿说 我希望我可以当大人嘛 我可以变大人 他睡了一个觉之后 他马上隔一天 他就醒来 他已经变成三十多岁了 身体啊什么的 这就是很多我们这种虚构的骗子啊 或者什么就是在讲说 这是依着独立实体的我之而 变出来的骗子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灵魂 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不依靠着我们任何的心事运体 独立而有的话呢 叫独立实体的我 就是一个我有一个生命体嘛 这个我们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解释说 我就等于是一个生命体嘛 一个生命体 独立实体是什么是 它不需要依靠着我们的任何的运 这个运不只是摄运了 连心事摄受想行事 任何都不需要依靠着 它独立而有的 所以说独立实体的我嘛 这样子一个东西可以产生的 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在佛法讲说 常常讲无我啊 或者没有 所谓我们讲无我 无我的时候 在下部派 总是在百分之九十吧 我们说除了中外应神派以外的 佛教徒来讲的话 我们讲到无我的时候 他的内心想到什么就是 独立实体的我空 就是独立实体的我空的意思 也就是说 没有这个独立实体的我了 我们常常讲说 什么空啊 什么什么什么 意思就是说 不是这样子 没有这样子独立实体的我 所以我们不管说 以后讲说 无我 独立实体的我 是不存在的 或独立实体的我 是没有的 或者独立实体的我空 至少在这一个来讲 它是同样的意思 在以这个派别来讲 当然佛教里面还有它的不同件 可是以这个暂时的 而 这个的执着 或者我们去 有这样子的话 它可能是有聚生的 不需要任何的原因 我们就去执着它的 这叫我们在佛教上 什么叫 聚生的我职 而 有些是什么 是后天的 后天的 依靠着原因 这叫什么 这叫 骗济的我职 后生的原因 就像举什么 是比如说 我举一个我们 比较明显的例子 或我们讲说 什么 像我们一生下来 我们就爱喝奶 我们就爱 当然 有些人是 不能喝乳制品的 什么等等 可是我说 一般来讲是 一生下来的话 不用第二个原因 他就会说 因为要喝母奶 他是不用任何人去教的 这叫 这是一种什么 巨生的 巨生的潜能 而什么是说 比如说我们是说 要喝高值的 或者要喝低值的 或者说 要喝巧克力牛奶 什么 这叫什么 骗济的 他之后的原因 人家教你 加上去说 你要说什么 拖子牛奶 或者什么 低值牛奶 或者高值牛奶 什么等等等等 或者说什么 有机牛奶 这些等等等等 是之后的一些原因 或者有些中意 或者它的一个概念 去加上去 而说 这叫我们叫 骗济的执着 我们要说骗济去喝这样子 所以这可以分这个 而我们会有 刚刚有个问题 叫说 常依自主的我的时候呢 那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可是今天我们先按照我的认知 我从我老师那边认知来讲的是什么的话呢 我们的认知是什么 是 常依自主的 这是我应该用我们色类学来讲的话 我们说我们认为这是三句型的 不管是如果他存在也好 或他这个执着 我从执着上来讲的话 我们会认为说 若是常依自主的我执的话呢 一定是独立实体的我执 若是独立实体的我执的话呢 不一定是常依自主的我执 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人的讲法 可是我今天我们简单的一种的说法 因为我也想透露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 是我们 我的老师以前跟我讲的概念 他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是说 大家不一定就是说 纵使大家是当我的学生也好 或者来这样子来讲 大家不一定是说 一定要就 马上就认同我的观点 或者我们的 因为佛法是 不要说一个佛经 就有这么多人的不同的解释 在佛的时候就有人有不同的根基 有所谓的匹婆沙宗 金布宗 唯士宗观 当然有 更何况是像我们 我说连佛头的一句话都有这样 更何况我们 可是很重要的是什么 是 那 那 至少要有个那个振注嘛 至少听懂我们的观点或者意见是什么 和 有没有他可以思考的 就不是 连观点都还没听懂 想破斥的想法就来的话 那就没有到振注了嘛 没有到振注 至少先有 了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不一定要认同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因为这才是有培养智慧的 不要说好像就是我 我们这边就是 我是一言堂了 这个反而是不正确的想法 是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方向的引导 大家有问题或者有这样 这样才是有真正在培养智慧的 可是不是觉得说好像 我说的就是对 你要跟着我 而是我们有背后的一个原因 在什么 而我们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解释了说 独立实体的我 若假设存在的话呢 它是怎么样存在的法 对不对 我们是说 同样 那我们说 常依自主的我 若是存在的话 它是怎么样一个存在呢 我们说的 常依自主的我是什么的话 它是在独立实体的我 存在的情况的为基准 所以它有常依自主 自主就是什么 就是独立的意思 自主它不需要依靠着这个体 它自由行动的 对不对 所以它才自主 自主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需要依靠着 设受想行事 任何一个 它可以独立而有的 这边自主 常是什么 是从 因为我们这个 有一个我 是从无始以来这样子 从前身到今世 今世到后身 可是外道的认为 就是说 这个我 是长的 永恒的 以前的那个 前世的 我 到今世的我 到后世的我 是一个 是长的 没有在变 没有在变 它就是永恒的 天父 或者我举一个例子 什么 因为我在举这个例子 同样 我不是对别的宗教不敬 而是只是为了想说 让大家 像什么 我们说 是不是很多基督徒说 天父 就是一个长的 它是永恒的一个力量 一个 它是有天父 跟它所生的子 是耶稣基督 那有可能 我有一些不知道 可是我所知道的是说 有一个永恒的天父 在那边 再来讲的话 就认为说 它从无死以来到 永无止境的 它是长的 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 长一自主里面的 长子 它又是个有生命的 我的 可是它又是长的 刹那刹那不变 可以从无死以来 这样子的 从无死到无中的 这样子 就是我们 色类学里面讲的 非刹那刹那 及有的共同点 这叫长的 而我们不认为 有这个东西 我们佛教徒不认为 有这个 这是长的 一的是什么的话呢 它认为说什么 从无死以来 到最终的话呢 这个我是没有变化的 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后面会解释的 非个别个别的法 跟个别个别的法里面的 非个别个别的法里面 就是一个东西 也有可能是暂时的 比如说我今生是比丘生 我下一生是身为 小女生的生 再第三生身为一个男众 比如说一个生意人的生 这都是只是相貌上的变化 但是呢有一个我 是永恒的 又是一个 就是从今生的比丘生 到下一世的小女生的生 到第三生的小男生的生 的话呢 这个都是一个不变的 他们认为就是一个 可以有暂时暂时暂时的改变 可是那个东西就是一个 所以它是说 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说 什么 在所谓的 常意自主的我 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独立实体的 我值的情况下呢 而它加以什么一个特征呢 这个独立实体我 有什么特征呢 它又是常的 又是一的那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解释的话 他认为说 常意自主的我值也是一种我值 因为它是个我值 它才会被取名说 常意自主的我值 所以如果是常意自主的我值呢 才是一定是独立实体的我值 如果是独立实体的我值呢 不一定是常意自主的我值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是常意自主的我值的话呢 它不会有生 我们刚刚讲说巨生的 不需要原因 它从无死来就是如此了 常意自主的我值是 必须要依靠着后天的原因 我会说这个是常的 这个是一的 是我们什么后面有原因的 就像我说 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 就会说有机牛奶是最好的 这后面有人跟大家讲说 很多的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概念 他才慢慢的骗击出说 我不喝一般的牛奶 我一定要喝有机的牛奶了 同样我们 我们对独立实体的我值来讲的话呢 它有可能是用原因值取出来的 比如说 这个牛奶比较好 这个牛奶比较好的 执着来讲的话呢 可能是巨生的嘛 可能是骗技的嘛 对不对 有一个 这个牛奶比较好 或是什么 比如说 是巨生的是什么 我不喜欢喝别的母亲的奶 我一定要喝我母亲 我母亲的这个奶比较好的话呢 这是他巨生就有了嘛 对不对 他巨生的就觉得 我这个可以比较得到温柔 和得到养分 他觉得这个是 可是 有没有一种 这个奶比较好的执着 是骗技 就是刚刚我们讲说 这个是因为是有机牛奶 才比较好的话呢 这就是骗技的原因的嘛 同样 独立实体的我值呢 可能是骗技的 可能是巨生的 都有可能 都有两个的例子 但是 常依自主的我值的话呢 一定是骗技的 没有巨生的 没有巨生的这样子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的解释方法 可是大家至少今天先认知到 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解释的方法 是什么 就是说 它还是一种我值 而这个独立实体的我 它具有什么条件呢 它又是常的 又是依的 这样一个我的话呢 我们叫做什么 常依自主的我嘛 所以你看每一个字都有加进去 常依自主的我嘛 而独立实体的我就是什么 它独立就是自主的意思嘛 独立于运体嘛 独立于运体 独立于运体 不需要依靠运体 而实有 实有是什么 它不需要透由 这个东西去安利出来 它可以独自而有的 这个东西 我们叫实有 不需要透由别人去安利 假设出来的话 这叫实有 所以独立实体或实有嘛 这个实体就是实有的意思 实体而有的意思嘛 实体而有 独立实体的我 而大家 我们是以前也有跟大家解释说 那如果是 不管是有也好 无也好 一切东西都是无我嘛 我们一开始来从第一堂课 就说凡是有也要说它是无我 凡是无也要说它是无我 所以你说兔子脚为例是不是我 我说也是 成许 你说瓶子为例是不是我 成许 以前是没有跟大家讲太多的原因 就是说 为了说串习到无我的见解 所以 为什么从色类学的第一堂课 我们就讲到无我的原因是 是为了大家可以串习 无我的见解的缘故 而提到 那今天我们就可以 成许的说 为什么要说一切东西都是无我了 现在为什么来讲 你看 不管为什么说有也好 无也好的话呢 我们都要说是无我 为什么呢 因为 不管我们用 我用比较夸张的例子 我们用说我们说兔子脚嘛 兔子脚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 刚刚我听到大家说 为什么要用兔子脚的例子 兔子脚的例子的意思是说什么 因为从远方看的 以前兔子会被惊吓的时候 他耳朵会竖起吗 他竖起来的时候 会看起来好像 从远方看起来觉得说 有兔子他本身有脚了 像鹿的脚一样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那是不存在的 没有一个兔子 实际上是有那种 毛茸茸的或者硬的脚 那是没有的东西 所以以实质来讲的话 他故意在佛教的时候 是故意说 我们认为是有的东西 不代表是有的 这是没有的东西 这不存在的 就是兔子脚 兔子脚为例 那兔子脚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为什么说无我 我们上个礼拜 是不是也举了例子 是不是 有我 有独立实体的我是存在的 跟独立实体的我是 不存在的时候 他就是只有这两个选择了 他就只有这两个选择了 没有第三个选择 就像说 我的面前 有书 还是没有书 他没有第三个选择 也就是说 你不能说 好像又有书又没有书 或者说又既有书又既无书 他没有这样子的选择 就是说明明就问你说 那以如圣法是为例 他的面前是有书呢 还是无书呢 我们就只能做一个抉择 只有一个抉择来下去 同样 同样 那我们说兔子脚为例 那我们说是无我的 因为他就在问你说 那独立实体的我是有呢 还是独立实体的我是无呢 我们还是会说 独立实体的我是没有 因为如果你假设说 你不回答 独立实体的我是没有的话呢 就只能说有一个一种情况下 独立实体的我有的例子是存在的 和我们说 在任何的情况的当下 独立实体的我 也是不可能会存在的 所以你不管你是用 有的例子来讲也好 无的例子来讲也好呢 我们这都不会有差 和这个可以来讲说 我们常常以后也会碰到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 有些讲说什么是叫无力的例子 无力的例子 譬如说我说 好像跟我们完全没有相关联系一样 就说瓶子为例 那如圣法师是不是有的呢 对不对 如圣法师有没有 好像觉得说这两个是相关联系 可是这叫无力的例子 可是我们还是说瓶子为例 如圣法师是存在的 你不能否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说瓶子为例 所以如圣法师还是有的 你不会说如圣法师是无的 可是我说 如圣法师在不存在的地方 如圣法师是有还是无呢 我们就说 如圣法师是无 对不对 是无 这是有力的例子 这个例子要跟后面的 再结合在一起 但是有些是叫无力的例子 就是我们要 还是他有把它摆进去 是摆进去摆进去 比如说 像什么说 瓶子为例 声音是不是无常 我还是说声音是无常 声音为例 声音因是无常 我们会承许 还是承许 他会觉得说 瓶子跟声音 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啊 可是虽然是没有关系 但是他只说 这叫无力的例子 我们不用考虑他 他就是 瓶子为例 声音是不是无常 我们还是说 是啊 声音是无常 是这个来讲 所以有点像说 瓶子为例 是不是普特切罗无我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回答到 他说 他是普特切罗无我 因为如果你说 他不是普特切罗无我的话 就变成说 他是他的反面了 就是普特切罗有我了 他在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来讲的话呢 普特切罗我也是不会有的 普特切罗我也是不会存在的 所以因此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从以前讲说 不管是有也好啊 无也好 你用有来做例子也好 无作为例子也好 我们第一个说什么 就是他都是普特切罗无我的 最近大家应该 想要确认一下文艺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 以瓶子为例 普特切罗是无我 不是不是 他就是说 以瓶子为例 他本身就是普特切罗无我了 瓶子本身是普特切罗无我 是啊 是 因为你看嘛 我们就说一说 我问你啊 瓶子本身为例喔 声音是不是无常呢 你还是说啊 你还是说啊 是啊 瓶子为例声音是无常嘛 所以瓶子为例 他是普特切罗无我吗 他不是普特切罗挪开 而他是无我 他是普特切罗无我 他为什么是普特切罗无我呢 他是独立实体的普特切罗我没有 没有 或者独立实体的普特切罗是没有的意思 因为刚才的句子有 会有一个 我会有一个误会是觉得说 瓶子是普特切罗无我 可是瓶子不是普特切罗啊 所以我就说了嘛 所以一样的问题 我刚刚为什么 我刻意为什么举那个例子 就是说 瓶子为例 声音是无常的时候 你不会说瓶子是声音啊 瓶子为例 声音还是无常的话 声音就是无常这些事情 他不会有任何的观念性 同样 我们会说瓶子为例 他是普特切罗无我 你不能说普特切罗是一个东西 我把它挪开 无我是一个东西 他把它分开 不是 他是一个东西 普特切罗无我 普特切罗无我是什么呢 普特切罗我 就是独立实体的我 这个东西的没有了 而我们不是说普特切罗挪开 无我是另外一个数字 他是普特切罗我 假设是一个存在 他是一个标准 而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谢谢 所以就是瓶子是一个没有相关的例子 也不能说他是没有相关 这又不太一样 他是我们说 为什么他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说 为什么 因为你说 你假设我说 我否定 你说瓶子为例 他是普特切罗无我吗 如果你说 你否定的话 你就变成说是 普特切罗有我了吗 普特切罗有我的 你在 你就等于说 你有一种状况下 普特切罗我是存在了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一个例子 你用瓶子作为你的例子来讲也好 如圣法师作为你的例子来讲也好 凸子脚作为你的例子来讲 不管是有也好 无也好 在怎么样的状况下 普特切罗也不会变成有一种我 普特切罗有我也不会存在 所以因此呢 我们不管是用 有的例子来讲也好 无的例子来讲也好 我们都说是什么 他就是普特切罗无我 他的逻辑 或者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请问普特切罗无我 还有人无我的关系是什么 那就是一样的事情 因为这是我们早期的翻译 很多人说 普特切罗无我 或者他们就说 人无我跟法无我 很多人是这样的翻译 但是 人无我的翻译的话 我们会有一点点的瑕疵 因为我为什么会认为 这个来讲的话呢 因为我们讲 无我的我 我们刚刚是不是解释说 普特切罗 我 無 三者是同意了 这个我 都是同意 假设如果存在的话 所以 这个人 代表的意思是代表什么 是 所有有生命的 不仅仅是 人 因为我们听到人的话 如果假设说 人 是代表所有的生命 我觉得那就没关系 可是因为 我们听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说 人啊 畜生啊 鬼啊 天啊 怎么有这样分别的话呢 所以我比较不会翻 人无我 可是如果 如果大家喜欢用 人无我这个词汇 来讲的话呢 它可以 可是这个人的意思 是代表什么的话 人是代表所有一切的 生命的意思 因为 因为在这边来讲的话 同样 它是什么说 无我 像我们刚刚讲的 无我的意思 或者说人无我的意思 来讲 它等于是说什么 是 独立实体的这个人 或者这个生命 它是不存在的吗 这个生命不存在 这个是要以这样子来讲 另外一个很重要 是什么 因为在中观应诚派的时候 它在分这两个无我 就是普特切罗无我 跟法无我的时候 它是依什么而去分 它是说 普特切罗以外的 上面的空性呢 它的空性呢 我们叫法无我 任何的普特切罗的空性呢 我们叫人 如果用那个词叫人无我 可是因为这个人 就是假设 我们要用什么的名词来讲 这个人 如果它可以代表 涵盖到所有的寿命 生命的话 就可以了 可是因为 我们是认为 或者我们 以藏文的直接翻的话 它不是人 它是用普特切罗这个词 它就代表 像我刚刚给大家的定义一样 所有一切的寿命 但在经典上的话 人无我 普特切罗无我 这都是一样的意思 而像我们在这边 目前进步中的说法的话呢 人无我 应该说无我 普特切罗无我 人无我 都是一样的事情 更更 它更更广泛的 就是所谓的无我 就是普特切罗无我 人无我 无我的话 都是一样一样的事情 那想确认一下 就普特切罗无我 跟法无我 是什么关系 那就是要看到 你要什么派别了 如果像我们在这边 这就是佛教的核心的概念 就是在讲这个无我的概念了 就像我们刚刚 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色类学的 开宗明义的第一堂课 我们一般来讲说 如果是有也好 无也好都一定是无我 我们一定会提到这个概念 就是他也说 我们是要进入佛教的 核心的概念的源起 而在进步中来讲的话呢 他们连法无我这个词 他们就说 我们不承认有这个东西 没有法无我这个东西 最深的概念就是 普特切罗无我了 人无我了 而到大圣的中义以上 他们才会承认有一个叫法无我 好像比普特切罗无我 在更为深奥的一个概念 更细致的一个概念来讲 我们称之为叫法无我 而到中乌印成派呢 他们才说 人无我 或者普特切罗无我 跟法无我 他没有他的粗细分的差别 只是他所依靠的东西是 不一样的缘故 而我们称之为普特切罗无我 跟法无我 但是以目前来讲的话 以我们经部中的观点来讲的话 我们会说 所谓的无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你说无我的话 我们就只有说 只有普特切罗无我 只有人无我 没有法无我 他会说 法无我这些东西 他不承认 他不承许的 那有些人就会 还是有一点像刚刚的问题一样说 那应该是这样子问说 那如果 比如说假设我们可以说 如圣法师上面的普特切罗无我 是他的最终究竟的见解吗 佛教里面最合见 那比如说 如圣法师的瓶子啊 或者如圣法师的衣服 或者我用我的衣服嘛 我的这个衣服的无我 为什么是他的最究竟的概念吗 或者他最深的道 那个好像跟普特切罗 一点的关系都没有的话呢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刚开始 《千万专业》老师跟我解释的时候 我真的真的是觉得很新的 大家应该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的话 就是说 这个的关键点呢 是什么是说 像我的衣服 或者这个书本上面的无我 它为什么是一个究竟概念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等于说 我们不可能说他不是一个人 或者他不是一个寿命 谁都不会 像我 连我来讲我也不会认为 他是一个寿命啊 他是一种人 那这个怎么会跟究竟概念呢 那我们是说什么 我们是说 这本书的无我的 最终是什么是说 这本书是不能被一个 独立实体的我去享用 享受 享用它的缘故呢 所以这就是它的最究竟的本质 所谓的书本的无我 或者说瓶子的无我 或者说瓶子的无我 是什么是说 这本书本 这本 这本书 这个瓶子 它是不能被一个独立实体的我去 不管是看也好 享受也好 去了知也好 这就是所谓的无我了嘛 因为我们所谓的独立实体我的想用 想用我们好像说我要喝水的想用 这不是 乃至只是被一个独立实体的我去了知它 独立实体我可以去 知道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都是可以被称之为说 是独立实体的我可以去享受到它 因为它有可以去了知到这个东西的话 就等于说它有去运用它了 了知它了 享受到它了 所以不管我们说任何的东西的无我的话呢 它是最究竟的是什么 是因为它是不能被一个独立实体的我 去享用到的缘故 我说这是这任何的法以外的 就是好像有寿命以外的这个东西的 无我的东西 就是说不能被这个独立实体的我去享用到 享受到 这个享用就我刚刚讲 不仅仅是说 比如说我饮用这一杯水 我在享用 是我可以看到也好 我可以尝到也好 我可以去了解它也好 都符合在这边所谓的享用 好 它这个是简单的在介绍了 我们对无我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特别是我们在佛教 讲最中间的见解的无我的话 我们花了多一点时间 在这边我在做一个解释 解释或介绍说什么 是在不相应刑法 我们是不是分了说 是普特切罗的不相应刑法 跟不是普特切罗的不相应刑法的话呢 那是普特切罗的不相应刑法 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种初分上的分 像如圣法师 或者说张三 李氏 这就可以说是普特切罗的不相应刑法 而不是普特切罗的不相应刑法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时间啊 能力啊 比如说无常啊 看大家上次是不是跟大家介绍 一个比较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的概念说 色与心法二者嘛 对不对 色跟心法二者 那为什么要提到 因为色跟心法二者 我们不能否定它不存在嘛 对不对 或者有些人以前说 我们不认为色法跟心法二者是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既是色又是心法的 我不是问大家说 有没有一个是色和心法二者的 我没有问这个 我们不是问这个东西 当然如果我问说 有没有是色跟心法二者的呢 大家应该说这个是像兔子脚一样 没有了 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说 色跟心二者是存在啊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不会否定 比如说如圣法师跟张三是存在的嘛 或者如果你否定掉了 那我说这个房间有两个人 你也要否定掉了 或者我们这个房间有十五个人 你也要否定掉了 因为为什么没有一个这个房间的十五个人 揭示的一个东西没有了 揭示这十五个人的东西 我们不能 那如果你可以承认说 我跟张三二者是存在的话呢 那你应该也要承认说 色法跟心法二者是存在的 对不对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色法跟心法二者的话 它如果是存在的话 它还是无常啊 就像我说 你不会说 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变成不是无常的东西 就像我说 纵使我们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或者一个出家众一个在家众来讲 我们合在一起还是人啊 不会因为我们两个合在一起 我们就不是人了嘛 我们两个还是人啊 所以我们两个合在一起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色法跟心法两个合在一起还是无常的时候呢 它也不是色法嘛 我们不能说它是色法啊 它也不是心法啊 那我们只能说它是不相应心的嘛 那它是不是普特切罗呢 也不是普特切罗 所以只能用删除法 所以它只能说它是 不是普特切罗的不相应心法的嘛 而现在的比较 跟大家要 今天还没下课之前 要另外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是什么是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问的话呢 我们问说 那是普特切罗跟不相应心法 是几句型呢 对不对 我们说有一个 是普特切罗的不相应心法的话 大家会不会认为就是说 是应该是三句型嘛 对不对应该是说 如果是普特切罗来讲的话呢 一定是不相应心法啊 如果是不相应心法的话呢 不一定是普特切罗 像比如说时间嘛 时间等等这个来讲 但是呢 这不是这个例子 以这个不派来讲的话呢 以只要说是 中观应成派以下的来讲的话呢 它会说什么 它会认为说 有一个心事是普特切罗 有一个心事是普特切罗 所以我们说 普特切罗跟不相应刑法来讲 是四句型 因为它认为说什么的话呢 这些人 它的主要 我先说这个好 我们下个礼拜再解释 它的逻辑在哪里 它会认为说 有一个最终就有一个 有一个例子 是心事也是普特切罗 因为这个就是 它认为说 普特切罗的核心 核心这个 有一个最终就我要 找到一个 就是好像 这个东西才可以说是普特切罗 什么东西才是这个生命呢 什么东西是它要依靠的 什么东西好像发起来呢 好像说我们的原点一样 好像是我们是从这边发起的呢 这个原点也叫做普特切罗 所以 以这些部派的 特别是金部中认为 他们就认为说什么 我们又说 有是普特切罗的这个例子的这个意识 有一个这个意识 是普特切罗的这个意识来讲的话呢 既是普特切罗 但不是或者是又是心法的 不是不相应心法的 因为它是一个意识嘛 它是一个意识的缘故 它一定是心识了 所以我们如果来问的话呢 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说普特切罗 跟不相应心法是四句型的 那是不相应心法 不是普特切罗的例子 我们刚刚举的时间 能力等等 那是普特切罗 不是不相应心法是什么 就我们刚刚举的是 是普特切罗的例子的这个意识 或者心识都可以来讲 这就是说什么 是普特切罗 但不是不相应心法 那两者皆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从总的这种概念来讲 就是比较像比如说 张三 李氏 蔡依林 如圣法师 这就是所谓什么说 只要不相应心法 又是普特切罗 但如果是张三 李氏 如圣法师 一定是不相应刑法吗 又不一定 就是说是如圣法师 这个例子的意识为例来讲的话呢 就是什么 又是如圣法师 不是不相应心法 而是心法的 心识的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会说 不相应刑法 跟普特切罗是四句型的 好 好 来 那我们先回想好不好 我就让人问问题 好 因为时间也到了 可是我坐在这边 看我们还可以再回答问题 看大家如果有事情的话 大家可以先理座 就先离开了 好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苦愿罪障悉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好 好 请说 谢谢大家 好 来 麥克风吧 好 请说 我想借这个机会问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 如果讨论到说 设法与心法二者 跟不相应刑法 是几句型的关系的话 那有出现 两边矛盾的一个想法的话 就是 如果说他们是三句型的话 如果认为他们是三句型的话 有一句两者皆是是找不到 可是如果说他们是相违的话 那又如何去解释 设法与心法二者 他自己是不相应刑 就是 这在我们解释 因为这个应该是 没有相违背 或这个逻辑上没有相违背 因为 如果是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说 没有任何的法 跟所知是相违的 对不对 假设如果是这样 像刚刚大家的论点 或者逻辑来讲的话 就要变成说 好像 没有任何一个法 是跟所知是相违的 因为所有的法 是所知的缘故 可是 我们要从相违的定义 或者 去 我们是不是说 他们是存在的 又是各别 各别的存在 他是义的 但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点 这是相违的定义吗 不是说 本质是不是所知 来讲 就像比如说 平诸二者 跟所知 我们也会说是相违的 因为我们 不可能找到一个 既是平诸二者 既是所知的例子 所以 我们是不是以前 跟大家讲说 这个东西是否是 同意 相违 三句 还是四句的 第一步 第一个 第一个观点 是不是应该要想说 因为我为什么 就很不喜欢 大家 你看 我跟大家 一般的教法 不一样 是说 大家想要用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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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那样子 因为这个是 限制了大家的 我当然知道 这个比较容易 用图案 去 第一次 限起来会比较容易 可是这个是 错误的方法 我就 不要吃冤枉的路 应该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是说 他有没有两者皆世的 两者皆世的 是我们第一个思维的 的点 第一个思维的点 是说 他两者皆世的 如果两者皆世的点 不会存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判定 他是相违了 这就是马上判定的 因为你用图 现出来的时候 他没有赤地 在你的脑海 现出来 他就是 你认知你就认知 你不认知 你怎么现出一个 大包小 或者这样子的 两个交合点的 你现不出来吗 他是没有赤地的 他好像是等于说 你投射上去 你可以这样投射出来了 可是你这个 按照脑筋思维的话 他等于是有 有赤地的性的 你可以一一一 我打勾 这个好 那我排除这个 这个大包 我可以排除这个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思维说 有没有两者皆世的 对不对 有两者皆世的时候 有两者皆世我才可以 谈到说 是不是 同意 是不是三句 是不是四句 如果两者皆世的 都找不到的话 那我们就说他是相伟 那太容易了 那太容易了 这个已经导到了 第二个 我们应该要找到 是不是要找一个 有没有一个骗一个 一个不骗一个的 如果有一个骗一个 一个不骗不一个的的话 那就我们可以判定是三句型的 那如果再去思维这个说 他有一个不一定是骗一个 另外一个也不骗这个呢 就四句型 我们就很容易就断定 这样子就断定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再思维 一个骗一个 另外一个骗不一个 发现说他方也骗那一方 就是A方也骗B方 B方也骗A方的话呢 那就是同意了嘛 对不对 我说A方这样子 和他有 当然有骗也要符合嘛 我就说这个八方都骗不的时候呢 在他们两个是个别 各别异的 他们两个是异的状况下的话呢 这个八骗产生的时候 他就同意了嘛 所以你才是有次第性的说 我们先思维这个 再思维这个 再思维这个 才可以判断 那这个是因为 你容易的时候 很容易是 比如说我们说 瓶子跟所知的时候 很容易有这种 好像大跟小的概念 产生出来 可是以后 很复杂的东西出来 你没办法 马上判定说 献出他就是大包小 或者你根本知道 大是在哪里 小在哪里 或者他是否有 有交合点的 或者是有没有这样 你怎么献出这个图案啊 你献不出来嘛 你献不出来 等于说 等于是我 因为我为什么不喜欢 用这样的方法 教 等于是说 我知道这种 捷径偷鸡摸狗的那种 那种方法 可是 他是后患是无穷 你后面的 你等于 现在养成坏习惯 你后面就会想到说 我要用这个坏习惯去套了 你前面这个 那前面你养成一个好习惯的时候 然后 你后面就是按照说 虽然前面很辛苦 好像我要一 一 因为他养成一种习惯的去做之后 后面就会容易了 所以他前面应该是说什么 像我们刚刚觉得 那个 设法跟心法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例子 一个是不相应心法的例子来讲的话 至少设法跟心法二者存不存在 它也存在 不相应心法它存不存在 存在嘛 对不对 这两个存在的例子的时候呢 那 这两个东西 有没有一个共同点 不可能吗 因为我不可能找到一个 又既是设法跟心法 又是不相应心法的例子嘛 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找到第一个例子 设法跟心法的例子的话 那就等于说设法跟心法又不相为了嘛 所以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例子的时候 那我把一个相为的例子 设法跟心法 作为我一个一方 一方我作为不相应心法的时候呢 这一定是相为了嘛 因为我一方 我已经找不到一个例子的时候 我不可能找到说 又是A方的 又是B方的例子 我不可能找到的缘故 所以呢 我很容易的 或者我很快的判定 这就是说 这两个是相为 当然我没有问说 A方是否是B方 这个不是这样去思维嘛 我们在问三句型 四句型相为 或同意的时候 不是问说 这个东西的本质 是否是B方嘛 对不对 或者我只是问说 有没有一个是A方的 也是B方的这个例子 有没有存在 有没有存在 要从两者皆四的这个例子 中为第一步去考虑的话 这样子才可以思维起来说 三句型四句型是什么东西 或者如果 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觉得我们 三句型四句型相为同意 会有一时候混乱 或不知道好像 不知道怎么摸下去的时候 就是没有按照那个方法 就是想要用图案的索取的 你用图案索取的话 一开始很容易 可是它会养着坏习惯 它会养着很多的坏习惯 到很多你不了解 或者你模糊的时候的时候 你怎么马上献出这个图案 你不一定献得出来 然后请问一下 就是说同意的时候 一般有时候 我们粗粗的想 只是想到说 是一者骗是另外一者 是另外一者骗是一者 有时候我们想到这里 所以就停止了 可是因为它有八个条件 它为什么要列到八个这么多 是它要撇除一些过失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什么例子 我比如说 你我二者 跟平诸二者 是不是同意 不是 因为我怕大家要隐私 所以我常常就用我跟张三 对不起 不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名字 我说大家的名字 我都知道 可是因为我想我帮大家 保隐私 我就说 大家 因为我好像很不理 我习惯 我的习惯是 我一定会叫名字 可是我为了想帮大家 保持隐私 我是没关系 大家 比如说我跟张三 对不对 我跟张三 跟我跟李世 做为两方 那我跟张三 跟我跟李世 是同意吗 我反问你 我反问你 没有 因为你 他有配过我 对啊 对啊 可惜他配我 是因为他怎么搞不清楚 没关系 我们先 你 你问 你认为是吗 那现在我们就一条一条来看 没有 我说因为你按照你的条件来讲的话 它前面的四个条件都符合了 因为 为什么 如果 若是 张三 跟 儒慎法师的话 一定是 李世 跟儒慎法师 暂停 就是 可是没有一者是 张三 跟儒慎法师 所以我就说 因为没有的缘故嘛 如果是 张三 跟儒慎法师的话呢 是不是也一定就是 李世 跟儒慎法师 或者我就不要用李世 跟儒慎法师 如果是张三 跟儒慎法师 是不是一定就是 平足二者 他这个道理 他这个道理是不是说 有点像是说 因为我是一个男众嘛 那就是说 如果我是女众 那我就是郭台铭 对啊 也可以这样子 可是我说 因为 如果我找得出一个就是 又是 张三 跟儒慎法师的例子的话呢 是不是就一定是要平足二者嘛 我们找不到另外一个例子啊 或者我说 您请举例啊 你举一个说 是张三 又是儒慎法师的例子 但不是平足二者的例子 但不是平足二者的例子 请举例 举不出来嘛 所以你就要说 如果是张三 跟儒慎法师的例子 就一定是平足二者嘛 那如果是平足二者的话 也一定是张三 跟儒慎法师啊 我愿意否定不是 就一定要承认是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两个是 我们也都承认了嘛 同样嘛 如果不是 张三 跟儒慎法师 也一定不是平足二者啊 因为没有一个东西 是平足二者嘛 一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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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 如果不是张三 跟儒慎法师 一定不是平足二者嘛 如果不是平足二者 一定不是张三 跟儒慎法师嘛 四个条件 产生了嘛 那是不是应该是 同意了嘛 对不对 你刚才知道 你刚刚的逻辑了嘛 对 那我说嘛 我说 我不认为是同意啊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假设什么呢 他不是同意 为什么 因为 如果有张三 跟儒慎法师 不代表就有平足二者啊 没有平足 跟没有住足 的地方 还是可能有张三 跟儒慎法师啊 有没有太多了嘛 张三跟儒慎法师 就是去外地交友 去草皮交友的时候 草皮上也没有柱子 也没有瓶子 但是有张三 也有儒慎法师啊 对不对 所以 有片就不符合了 对不对 好 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后面有这个 那我问呢 那我反问大家 我这次在反问大家 这是 当功课这次 因为 我本来想 提这个问题 这有点复杂 可是大家可以去思维一下 如果 符合了 四等片 不是的等片 有的片 跟没有的片 这八个都符合的话呢 是不是一定是统一 有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你刚刚说 只符合四个 可是后面四个 不符合的话 我们为什么 我们就说 只要前面四个 就可以是同意的话 我已经帮你举出 不是同意的例子了嘛 就是比如说 我跟张三 跟品珠二者来讲的话呢 这两个就是说 我们是前面四个都符合了 可是 后面的 我们四个不符合的缘故 我不会说是同意 我会说是相为 那好 我现在给的条件是说 是A一定是B 是B也一定是A 不是A也一定不是B 不是B也一定不是A 有A也一定有B 有B也一定有A 没有A也一定没有B 没有B也一定没有A的状况的时候呢 是不是一定是同意 我不用大家马上回答 这是你们这个礼拜去思维 好吧 我现在我先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要去思维一下 听起来很容易有很多很多陷阱在后面 这个就是八门周片的啊 所以我问你啊 我问你说 如果八门周片的话 一定就要是同意吗 我现在是问这个吗 我现在是反问这个问题吗 一定就是同意了吗 我现在反问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维 你们就说是啊 很容易就说是啊 你就看 就要来拆招了 那样子 对不对 就是说 有没有它中间的 因为你应该 这几个大概 我们上了两三个月 应该说 我特别在这边的词汇 会抓很多很多的 关键词汇在里面 很多人我们反而是 漏听掉几个 关键的词汇 这里面应该 应该有几个 关键的词汇产生 但是 如果 大家有关键的词汇产生 也不能用瞎懵的 要跟我说出一个原因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 如果这个八周片 都符合的话 是不是一定就是同意 还是 有没有不一样的例子 还是什么样 那我们到下个礼拜 我们再 再 敬起下个礼拜的 selection 那样子 好不好 愿潇山藏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普愿 醉藏 西敲除 世事 常行 菩萨道 娼派 这样子 肯定 人 想 咱 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